龙中队战绩四战四胜 我们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小阎罗 藏族拳手 龙中 十胜十负 掌声送给来自日本的杜边托士 小阎好 女儿 住场 导致这个第二拳 哨声 在右边 睡觉 休息 夜里 天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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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险 守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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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守医医大远 守门 这边的手拿着很低,现在很有提醒,打身体也打得比较低。 高曹,但是高手高度不够高,踢到这条对手脑袋的位置已经是力量全没了。 看到对边这边显得比较的动作比较慢。 好的,又是个低扫。 好的,又是个后手,直接打倒了,我们看。 联系的地面垂击,卡带看得很仔细,直接叫停了比赛。 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当中,双锋在战力当中对峙了很长时间之后,终于是抓到了对手的一个空档。 将有一套联系之后,就把杜鞭给终结了。 有请四川省光彩事业组定位副会长。 站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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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Grandpa! 我们现在是在四川省马尔康市阿巴州体育馆 为您呈现武林龙中队 我是韩燕 担任我们今天赛事解说的是资深无限制格斗评论员 郑文奇 大家好 我们看到现在是一场草量级的青年赛 两样选手的话只有52公斤 来自于蓝芳这边 穿着黑色短裤的是李向前 红色 这边这个军装色的短裤 戴着红色手套的是来自于藏族的小伙子 泽如也是恩波格斗的一位运动员 今天算是主场作战 是的 两位选手现在是缠斗在一起啊 双方都 这边是一个过签摔把队摔倒之后 又被一向前给反压了过来 两位选手因为体重比较轻嘛 所以很容易被对双在地面上互相反转 这边看起来你向前是没有办法完全将对手压制到地面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马尔康市啊 是海拔将近三千里的一个城市 对 其实我们说话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有一些喘 对 所以对于在场上进行比赛的选手啊 不知道他们会承受怎么样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负荷 好 在这边 哲鲁将对手顶到